第三个单元回圈资料 那我们之前是99乘法表 这个99乘法表输出了 不过99乘法表 我们之前是跑9次 这个是VBA的 Excel的在 不 这个是那个Python的在这里 那Python部分的话 我们是跑总共9次 这个是 I的话是决定外回圈 追的话是决定内回圈 里面跑几次 里面的话当然就串些 一些东西 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用Format 或者是当然你不用Format 你当然就要转型 OK 这个是每跑一次就输出一次 每跑一次就输出一次 但是如果说 这个有点像我每次跑 我就是输出一个 这个只是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的输出 但另外有一种是串串串串 串完再一次丢 串完再一次丢的话 那你如果等下有时间的话 你也可以知道 九州的话不要用写这种方法 因为这个是上市的 你也可以改写成什么 改写成用串接的方式 所谓用串接的方式 就是说 你先把它全部用S 这个变数 先把它串 串串串串串串 串完之后再一次丢 两者方法不太一样 不过我是建议 以后还是串完再丢 用到的机会会比较大 为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你不见得是 因为我们现在为什么 这个地方print ok 因为我们现在是丢到console 用print 可是未来 你也许你要丢的地方 它不是一个console 它不是说你可以慢慢丢 你可能就一次要丢出 像丢一个网页有没有 你不可能说我丢一串 然后再跑下一 不行 你一定要是做完之后 再整批的就丢出去 所以那个时候 你一定又只能用串接 你不能用这个方法 所以为什么 我会特别强调用串接的方法 主要原因是因为 以后用到的机会很大 非常的大 比这种方式用到的机会更大 但是这种写法是比较精简 是没错 可是 问题是只限于目前这个环境ok 那其他环境不ok的 你就要势必要改写 要了解那个逻辑 所以99成法表 底下我还要讲到 有用串接的方式 这个有一个图 我这边我是没有丢那个sauce 没有丢程式 你也许可以试试看看 这个是一定要用一个s 粗食值 所以它一定是 原来是没有东西 那每跑一次就串接一次 串接完之后换一个换行 所以这边是 丢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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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然后呢串串串串串串串 串完之后最后再丢一个换行 那一样也可以把那个 就串出来 所以这部分的话 放在这边给各位参考 刚刚那个信号部分的话 就是类似这样 1到13 所以呢如果我今天要串的话 这边之后这个很重要 因为可能要动一些脑筋 也就是第一个一定是什么 先一个空的 然后我要跑几列 就告诉他说我跑几列 所以你几列的话 你告诉他我要跑13列 所以13列 i的部分其实是决定跑几列 这边跑13列 那J的话呢是跑几颗星 所以forJ in range 那几颗星就是跑 有没有串接嘛 串接的话就是 加等于星号 串几次 那当然第一次的话是串一个 第二次串两个 所以刚好就跟i有关系 所以后面结束的地方 就刚好是串几次 最后的话给他一个换行 再做输出 OK那就完成了 不过像这种写法 基本上当然难度会比较高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有 其实在Python里面有一个特性 就是你串接的话 你可以跟他讲串几次 中间用乘号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今天要输出什么 输出几颗星的话 你可以用printer 假设我们用printer printer几颗星的话 你可以前面加一个星号 后面加一个乘号 然后你要13颗星的话 乘以13 如果这样应该可以理解吧 一个星号 它如果要输出13个 它可以中间用乘号 不过这种 其实我刚开始不太能接受 为什么 因为前面明明是 自传为什么可以加一个乘号 但是这是Python的特殊用法 因为在VBA里面不能这样用 VBA里面没有说 自传还可以加点乘数 自传就自传了 怎么可以拿来计算 对不对 所以但是Python里面它有这个功能 我把它输出给各位看一下 然后把它print出去给各位看 那你会发现 输出的话呢 它居然怎么样 这个 有没有 乘以13 它就丢13颗星了 也就是说 这个应该叫repeat repeat几颗星 repeat几颗星 那感觉好像跟repeat还蛮像的 对 所以特别说 这种写法还蛮特殊的 所以呢 如果你要用这个方法 用在刚刚的部分的话 其实你可以怎么写 你就是上面写个回圈 比如说我今天就是第一次输出1 那就是这边乘以1 第二次输出2 乘以2 第三次除以3 对不对 那我可以怎么写呢 上面就可以写个for回圈 for i in range 然后这个range的话呢 刮虎就是 第一次输一颗星 一直到13 所以-13 所以加1 14 那后面的话 加一个冒号 有没有 ok 这特别注意 你这个语法很顺 很顺 按个tape 因为它是它的下一阶 再来后面怎么样 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一个i 看得懂吧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 这种写法 真的我刚开始还不太能接受 我慢慢发现 其实未来也蛮好用的 如果你要输出的是同一种次串的时候 哇 这个时候程式呢 就会比刚刚的 来的简单太多 你看刚刚要写8 应该要写扣掉2个数捷 6行 这边只要写2行 而且只要写一个回圈 输出结果一不一样 我们看一下 输出 直星 诶 有没有 一模一样 一颗星到13颗星 一模一样 看得出来差异吧 ok 但是问题 这种写法 它是 就是在这个地方适用 以后如果说你要在别的地方 不见得适用 如果你要串接的东西 不是同一个字串的话 那你就不能这样用了 所以前一种写法 我觉得通用性比较高 后面的写法是刚好 如果同一个字串可以 但是不同字串 很抱歉 不能这样用 ok 所以前面的写法 所以有同学说 老师你干嘛 这个比较简单 你干嘛还教这个 没办法 以后不是说 只能够用一招 你就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 如果可以那以后写两行就好了 谁要写那么多行 不过你要能够见招拆招 有的时候程式就是这样了 哪一种情境 用哪一种语法 如果你可以办得到的话 以后写程式就很愉快了 而且你要特别去 这个程式 就是要随时转换 当然我觉得未来你能够应用 就是因为你够熟练 真的像这种东西 要不断不断在思考思索 一定要坐下来你就要写写看 不能说从老师的云端上就贴上去 就算了 可以让就给 没有啦 一定要自己写 什么时候才是你的呢 delete掉 自己重写 如果你可以把它写出来 而且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把它写出来 那表示你真的学会了 所以为什么一直建议同学去考证照 真的有同学去一个两个三个 也许后面还有更多人 分纷就去考 把证照考到 如果你可以那么扎实的 考到证照的话 那以后我相信你在处理任何东西的话 会更加得心应手 而且会非常有自信心 不然的话我发现你看得出来 那个工程师的眼神里面 叫他写一个程式 他眼神如果 你跟他讲越多 他越恐慌 那表示他应该就是那个功力可能还不太够 但是你越跟他讲越多 他就自信满满 没什么 没什么 对那表示说他应该对这些东西已经非常的在行 所以我也希望说你也能够有这种自信心 写程师 因为我发现大部分人真的学会了 但是会跟会写 是两回事 而且会写还很会写 又是更不一样了 那个阶段性真的是完全不同 所以其实 Python我觉得已经比前几代的语言 来的更简 精简 而且更口语化 但是虽然已经口语化 但是还是蛮多地方要注意 所以第一步 第二步 可以这个精简 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第三步 第三步就是说 刚刚是一个正三角形 是从这边到这边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它怎么样 倒过来 变成这样子 上面是3 下面是1 下面是1 越来越少 刚刚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那所以请各位就是要想想看 一样嘛 这个地方就反向回圈 一样我用串接的 串完之后输出 就这样 其实这个逻辑很简单嘛 你一定要什么 越来越少 所以 我讲过i是决定 列嘛 所以其实 当然我们 这个地方一样是 其实你可以从i 等于就是1到14 Range 但是因为我要配合什么 配合追 追的值呢 如果说我要下一个越来越少的话 那我第一个我可以先把i改成什么 Range in 从13 到1的话 那1的下一个的话就是0 但是后面step 预设是1 有没有 那你请你把它改成 如果你不输入的话 其实预设就是step1 中间间隔1 但如果说你要越来越少 记得step是-1 这个后面第三个值是 可有可无 没有就是1 但是如果你要越来越少 先利用-1 那接下来就是说 我要输出几颗星 那几颗星的话 刚好跟 那个追有关系 所以追的话 一样是什么 i加1就可以了 有没有 13颗 然后呢 这边的话就是加1 就是14 所以1到 它跑到13为止 所以这边 跟刚刚这一行 其实跟刚刚是一样的 那输出底下也 其实应该都一样 再把它串接几颗星 再换行 然后再来就输出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要做反向输出的话 其实只要把中间这一行 改个 有没有 改个那个方向去就可以了 本来是1到14 现在改成13到0 但是逗点-1 ok 这个第一个 另外呢 精简版的写法 如果你要把这个改成精简 其实也更简单 如果精简的话 其实就是 刚刚是1到14 对不对 如果你要越来越少的话 其实可以把这个 第一次输出到13 所以13的话就13 第二次输出什么 最后输出到0 其实就是 这边在-1 写法跟刚刚一样 所以把这个写法加进去 我看看反向是否ok 也ok 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写法 所以有两个 一个是刚刚是这样子的 一个输出 另外一个就是把它改成这样子 这边越来越少 另外好像还有另外变化吧 云端上我刚好看一下 好像就是这边有空白 变这样子 有没有 这边是空的 变成这边有12个空白 加1颗星 11个空白 加2颗星 A10类推 到这边应该是没有空白 然后13颗星 变成这样的形状 反正很多 慢慢来 请各位 先这个 这个 这个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这些其实就是一种类型 语法部分的话 如果你这些都很快可以把它做 那表示你对这个语法相当熟悉 像这种三角形的输出 其实无论你以前学过C C++ Java Python 其实都有类似的范例 这些范例 其实不管哪个语言都可以输出 你也可以试试看在VBA里面 一样可以写出来 所以如果这些东西 你都能够很快输出 表示你对回圈应该不陌生 那如果你回圈不陌生 以后你要处理一些 重复性的东西 那就会很快就把它输出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这个正向的反向的 好 好的 谢谢